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平市的一个乡村里 陆家人在吃午饭 饭桌上永远空着一副碗筷 家人说这是给二儿子阿南留的 虽然他们知道这个位置阿南不可能再回来 因为他已经过世整整一年了 阿南2016年死于一场蹊跷的车祸 当时年仅29岁还没成家 陆家白发人送黑发人 接下来的新年和春节都在寒冷中度过 雪上加霜的是 阿南去世一年时间里 陆家又面临三场官司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阿南才29岁 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他的家人又面临什么样的三场官司呢 这一切源于2016年11月23日凌晨 广东顺德一条国道上 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 快一点 这就是在于那口官司 当时是有群众报警 说这个105国道 那个上次出事地点有人受伤 那我们赶到现场了以后 发现现场地面上导致一辆摩托车 还有一个丧者躺在地上 这天凌晨 广东顺德天降大雨 道路湿滑 冰冷的雨水中 警方和救护车相继赶到了事故现场 这是警方执法记录仪记录的情形 一位医生正在给地上的男子盖上白布 经过医生鉴定 这个人已经死亡了 在警方勘验现场过程中 一名自称周凯的男子走了过来 他说自己就是报警人 死者叫阿南 他目睹了阿南出事的全过程 案发当晚 阿南驾驶摩托车在前面 自己的摩托车紧随其后 他当时怎么回事 我过来的时候 他就在前面骑 前面那里有一个大火车在那里 因为下雨 当时那个水雨下得很大 我说那个雨 雨点的眼睛 不是真的应该 我就跑得有点慢 周凯回忆 事发前 他和妻子应邀到老乡楼阳家 参加楼阳妻子生日聚会 就在这个聚会上 周凯见到了楼阳的同事阿南 三男两女坐了一桌子好菜 因为年龄相仿 大家很快聊到了一起 当晚楼阳和阿南喝了啤酒 周凯因为要骑车 和两名女性一样 滴酒未占 酒足饭饱后 三个男人驾驶两辆摩托车离开 阿南载着楼阳 开了不过三分钟就出事了 周凯赶到跟前时 刚刚还在一起说笑的阿南和楼阳 躺在地上 前面大火车上 下来一男一女 看了一眼 就把车开走了 打完报警电话 雨还是一直在下 所幸的是 躺在地上的楼阳 自己爬了起来 周凯回忆 当时阿南还是在地上一动不动 他把老乡楼阳再出事 就先送他回家 之后又返回了事故现场 零点十分左右 救护车和警察都来了 看见阿南身上的白布 周凯才意识到出了人命 刚刚还活蹦乱跳的人 从此阴阳两隔 面对警方的询问 周凯提到事故现场 曾经有一辆橘红色大火车 释放后 火车上曾经下来了一对男女 警方马上调取了周边的监控录像 那么他是57分停在这里 05分出事 那么他已经停了 大概8分钟左右 这个就是 死者路斯南驾驶的摩托车 这个就是周某驾驶的摩托车 以前以后 看着这个点 哦 撞了 倒地了 看来这个摩托车的灯还在这里 那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碰撞了 阿南死于颅脑损伤 警方现场勘察后发现 阿南所骑摩托车车头重疮 车把上有橘红色擦痕 应该是个大火车发生过碰撞 由此推断目击着周凯所言事实 只是大火车和那一对男女 早就不在事故现场 于是警方立即以交通肇事逃逸 立案侦察 那我们初步可以验定 是一种逃逸事故 警方一路追踪 在事故发生五个小时的凌晨五点 这辆橘红色大火车 在广州被警方拦下 当时天还没亮 这是执法纪录仪拍摄的大火车司机 文某夫妻接受调查的过程 我想问一下 今天晚上的事情是怎么样呢 你听我令人解释一下 我说有时候说话有点紧张 就是我发现车有点故障 然后就开了双闪 后边停车想检查一下车 突然听到停下车多少 五分钟以后 然后五分钟以后 我还吃了个剥了个橘子吃 然后就听到后面 就是响了一声 就在后面大概这个位置 然后我就开装很看 那你就看到 一样头上的一个人 他们在这个位置 大火车司机文某 当时和妻子开车途经顺德 因为雨水拍打 车窗模糊 他们在路边停下来擦拭车窗玻璃 汽车没有熄火 打着双闪 发动机的轰鸣声加上雨点大 他们声称没有感觉车友碰撞 只是听到车后有动静 就下来询问 听到后面想一下 两台摩托车倒在地上 然后看着那个桑子 我就下去 我就问他有没有事 桑子就扶着我的轮胎 扶着我那个车厢 往我车头那边走了 就不见了 然后那个另外一个摩托车的车主流 就拿起电话 讲了一句话 然后也骑摩托车就走了 想了想 应该是到处逃逸要跑 然后我就马上就打电话报警 正是以为事故跟自己没关系 文某夫妻便开着大火车走了 途中妻子觉得不放心 还是打了报警电话 所以说他没有算不上逃逸 他没有故意逃避的法律 追究这一块 天亮之后 在大火车的尾部 警方发现了一小块撞击痕迹 文某夫妻这才意识到 这次交通事故 摩托车确实是撞到自己的车上 事发当天 虽然天黑路滑 大火车好端端在路边停着 还打着双闪提醒过路车辆 摩托车为什么偏偏要往上撞呢 当时在现场的周凯承认 可能和当晚聚餐喝酒有关 也就是说摩托车驾驶人阿南是酒后驾车 很快事故中受伤的楼阳 也被警方在医院找到 我也确定事故责任 警方分别对死者阿南 伤着楼阳目击着周凯 还有大火车司机文某抽携进行酒精检测 这个死者的酒精含量是多少 酒精含量它是100毫升 里面有酒精含量是160亿毫克 属于醉酒驾驶 事发第二天早晨8点多 阿南的家人得知了讹耳耗 阿南兄弟三人包括阿南父母 全家在顺德打工 当天使阿南的哥哥到交警队 来确认死者身份 这警大队拿出了他的钱包 手机什么的 我那时候在想 这个不是真的 我真的希望不是真的 死者阿南1987年生 刚刚29周岁还没娶亲 在父母眼中 他是三个儿子里最孝顺的 孝顺啊对我好孝顺 他一般是干这么快车的 应该是他叫我快的 儿子摊背 罪驾导致车毁人亡的严重后果 陆家人悲痛之余 只能接受现实 不久 广东顺德交警对事故 做出了责任认定 那么由于这个死者陆某 没有考取机动车驾驶证 驾驶机动车 车车第一毒证 第二呢 他是属于醉酒驾车 第三呢 他驾蹭摩托车以后 没有在佩戴安全头盔 加重了事故的损害后果 负事故的主要责任 那么那个大货车司机呢 当时那个出事地点 是不可以停车的 有命令禁止 那个停车 禁止停车牌都在那里 那么他违规停车 负事故的次要责任 大货车司机是文某 车主是文某的父亲 因为货车只买了交强钱 保险公司只能承担事故的 一部分责任 陆家人和文某父子 就赔偿问题 没有达成一致 2017年1月 阿南的父母将文某父子 保险公司告到佛山市 顺德区人民法院 要求赔偿死者父母 各项损值在内 共计90多万元 他们是首先由保险公司 在这个交强险的范围内 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交强险不足赔偿的部分呢 才是由这个车辆的 就是各方当事人 按照过错来进行赔偿的 在本案审理的过程中 因车祸受伤住院的楼阳 也来到法院主张权利 一立案了之后呢 就到我们法庭来 递交了这个要求 给他预留这个 赔偿限额的申请 法院一审判决 保险公司赔偿死者阿南 父母9万元 大货车方文某父子俩 赔偿35万元 保险公司赔偿商者 楼阳3万元 一审判决后 被告文某父子不服 已经上诉到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保险公司的12万理赔款 只能暂存在法院的账上 没有拿到赔偿款的阿南家人 自费安葬了阿南 全家人离开了顺德 这个伤心地 回到了广西老家 不能震荡你了 包括我自己 别说睁开眼睛 所有都会见到他 雪上加霜 死者家属成被告 他们两个不走的话 那个死者还不一定会 这个就没必要了 因为怎么说 死者为大吧 绝地反击 伤者被推上被告席 就起码的 情意都没有了 没有服用 我得多 服用不尽能力 也应该对自己的受伤的话 也承担一部分的责任 被迫反击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阿南家人想努力忘却伤痛 重新开始生活 但是2017年4月 一张来自广东的船票 再次让阿南父母 陷入痛苦的回忆 这次 居然是车祸中受伤的 楼杨作为原告 把阿南父母给告了 而且一开口 就是十多万 那你给船票我们 我们是觉得很意外的 非常意外 我父母都觉得很意外 他告我们的依据是 他没有责任 他在这个事故里面 他没有责任 这一张起诉状 让阿南家人匪夷所思 阿南已经去世了 事故中幸存的楼杨 却向法院主张 阿南罪嫁 导致他因伤之残 起诉要求 文某父子和阿南父母 共同赔偿他各项损失 共计十二万元 我受评他要求 没办法了 现在刚进 还是手里面还没拆 受理这起案件的法官 恰好之前审理了 阿南父母起诉保险公司 和大货车方 文某父子的诉讼 当时一审判决中 已经给商者楼杨 从保险赔偿经理 预留了三万元赔偿款 他这次又起诉 让人有点意外 对 他提供的那个鉴定申请的 鉴定的那个结论里面 是实际三残 那么的确是按照法律规定 他是有权利来阻战 就是获得这个赔偿的 我要说他有这样的宿权 但是实际上他可以放弃 对吧 他实际上可以选择 放弃或者怎么样 或者只选择告保险公司和车主 对 没错 楼杨跟法官解释 自己该得的三万保险金 因为文某父子上诉 自己一分钱没拿到 现在自己右手 持骨骨折 手术住院三个月 花光了家里的几万积蓄 目前右手经鉴定为实际伤残 不能胜任从前的工作 妻子恰在此时怀孕了 他却高兴不起来 肯定很难啊 从头锅都解不开了 你都摆不起 楼杨坦言因为经济困难 不得已才起诉死者阿南的父母 但这个行为 确确实实伤害了阿南家人的感情 对上着楼杨在事故后的表现 阿南家人早就有微词 阿南的妈妈和堂植对儿子的同事楼杨并不陌生 五年前阿南和楼杨在同个工厂上班时认识 阿南和自己的堂植一通租房 楼杨经常来他们的住处吃饭 我都见过两次 我都不熟悉的 见过是什么样的场合见过 我们下班了 他就过来 有时候过来吃吃饭 面对楼杨的起诉 阿南家人怒火中烧 对事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阿南家人和楼杨看法不同 他们认为事故的发生和那场宴情有关 原来阿南驾驶的五排照摩托车不是自己的 而是伤着楼杨的 那么阿南为什么要喝酒 又为什么会开楼杨的摩托车呢 楼杨说 当天自己在家里给妻子过生日 阿南不请自来 就是我下了班回家吃饭 然后他八点多钟就过来找我 然后带着几瓶酒上来 我也没说请他过来 2016年11月22日 是楼杨新婚妻子生日 特地请老乡周凯夫妇过来给妻子请生 阿南去楼杨家按照楼杨的说法 是凑巧赶上了生日夜 但是陆家人给出的却是截然不同的答案 他老婆他听他老婆过三日叫他过去吃饭 那时候我叫他去 我表弟那边 他说他朋友老婆过三日叫他去吃饭了 他不去了 他那晚就打电话给我 妈 自送你就自己吃了 我朋友老婆不三日叫他去吃饭 阿南家人回忆说 阿南是应邀参加生日聚餐的 阿南住处距离楼杨家不过两公里 阿南步行出门 这顿饭吃了很久 当晚楼杨喝了两三杯啤酒 阿南喝得多一些 他就喝了两三瓶酒 也根本看不出他醉酒了 阿南晚上七点多离开家去服宴 晚上十点半突然下起了大雨 阿南的堂纸担心给他打了电话 没想到的是 这次通话竟然成了最后的诀别 一个多小时后 车祸发生了 阿南没留下一句话就告别了人事 楼杨也因为这次事故伤残 工作丢了 摩托车也摔坏了 楼杨觉得自己是阿南最嫁的 最直接受害者 楼杨觉得自己起诉与法有据 阿南家人觉得楼杨这样起诉 不尽人情 家人去世还要被索赔 阿南家人心情可想而至 阿南失谷未寒 家人已经经历了两场官司 第一场官司中 法院一审判决支持了44万元 其中保险公司赔偿款公积9万元 货车方 文某父子赔偿阿南父母35万元 伤着楼杨也有3万元保险金赔偿 因为文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了 阿南家人一分钱没有拿到 现在又被楼杨给告了 站在被告席上 阿南的家人终于和楼杨面对面了 他来主动找你了吗 没有 曾经和阿南家人在法庭上 互为对立的文某父子 第二次成了被告 但这一次 他们是和阿南家人站到一边 这样子的话 告人肯定不能告 是我当时下车是没有看到 那个死者是在哪个地方 如果他们两个不走的话 那个死者还不一定会 说实话 他竟然能在那个情况下 我觉得他做什么事情 他自己他已经没有什么地道可以 那么事故的目击者 当天和阿南楼杨一起晚餐的周凯 对楼杨起诉阿南父母是什么态度呢 事故发生后 周凯到福建打工去了 当记者告诉他这个消息 他表示了震惊 在这期诉讼中 法官曾经主持过调解 但是阿南家人情绪激烈 调解未果 2017年6月 顺德区人民法院对此案 作出一审判决 法官认为伤者楼杨对自己受伤 也有部分责任 他是在明知跟这个死者 共同一起喝酒的情况下 明知死者就是已经喝了酒 不能够驾驶的情况下 然后把这个车辆交给他来开 并且的话 他在乘坐这个摩托车的时候 他是没有佩带头盔 所以我们认为 也应该对自己的受伤的话 也承担一部分的责任 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死者是50% 自己承担25% 这样的一个赔偿的比例来划分的 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的 法院这次判决 死者阿南父母要承担 伤者楼杨50%的赔偿责任 也就是4万多元 看到这场判决 阿南的家人没有上诉 他们酝酿了一个计划 他们说这完全是被楼杨给逼的 应该要服用 阿南家人认为 车祸的发生 跟之前共同饮酒 以及楼杨提供5排摩托车 都有关系 阿南的死亡 楼杨是有过错的 2017年8月 阿南家人向法院起诉 要求楼杨赔偿阿南父母各项损失 共计25万元 死者的父母提起了一个 侵权诉讼 原在四川的楼杨 接到阿南家人的起诉状 这回轮到他蒙了 他才赶我20万 这个我不可能 去承担这么多了 他赶费这些 我这个也不可能 出这么多吧 你告我 我告你 渊渊相报何时了 他真的太苦了 我弟真的太苦了 来对社会道德 进行一个良性的引导 到底是酒精闯祸 还是人心本来就难测 他那个摩托车 他急过在 他自己要去 坚持要开 被迫反击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法官受理诉讼后发现 这又是一场 因为共同饮酒 导致的民事赔偿案件 这类诉讼 国内发生过多起 但是这起案子里 除了喝酒 又多了一个 出借摩托车的细节 主要的去 就是说 因为这个车是 的车量 对于这个驾驶 就是对于 为什么路适南 能成功的 把这个摩托车开走 我们是有一些疑问的 如果他尽自己的权力阻拦 完全不同意路适南 去驾驶他的摩托车的话 这路适南是不可能 驾驶 使这个摩托车离开的 到底是楼阳 主动借车给阿南 还是阿南坚持要开 他的摩托车 双方各执一词 当时在场的 另外一个目击者周凯 印证了楼阳的说法 他自己要坚持要开 事发前三个男人 还一起有说有效聚餐 事发后 周凯和楼阳扔下阿南 在车辆川流不息的国道 任凭雨水侵袭 随时都有被第二次碾压的可能 他就一个人躺在这里 我就想 他真的太苦难 我弟真的太苦难 想想他 事发地附近就有医院 阿南家人认为 即使中医 他还有活命可能 但是遗憾的是 楼阳和周凯都没有做到 阿南的家人没有答应调解 是非曲直 他们坚持要法院来判决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 是中国行为法学会 执行行为研究会的理事 范向阳先生 欢迎范老师 一场车祸 接连三起官司 除了第一起 我们能理解顺理成章之外 后面这两起 好像是伤者和死者的家属 带有斗气的成分 但一定要在法律上 分出个子丑隐谋的话 我们就必须厘清了 楼阳他只认识到 别人造成了他受伤的结果 他没有认识到 阿南事先之前 在他家里进行喝酒 那么喝酒之后 他又把自己的摩托车 出借给阿南 那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 这个司法解释 明知他人喝酒 而出借机动车的 他对交通事故的后果 是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通俗的理解 阿南对楼阳的侵权行为 导致楼阳受伤 楼阳对阿南的侵权行为 导致阿南死亡 没错 所以楼阳对阿南的侵权行为 他的性质更严重 造成损失更严重 赔偿数额更高 楼阳恰恰忽视了这一点 他只认识到 就是别人的行为 给他带来的后果 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行为 给别人带来的死亡这个后果 2017年11月底 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一审判决 摩托车车主楼阳 赔偿阿南父母各项损失 共计16万5000多元 主要责任在于提供车辆 并且没有阻止路斯南 在醉酒后驾车外出 所以他的责任要比 单纯饮酒要大 对的 会考虑利用我们的判决结果 来对社会道德 进行一个良性的引导 现在的结果就是 楼阳他要承担的责任更多 当然他要起诉阿南的父母 作为赔偿义务人 这是法律上赋予他的权利 但实际上不论从道德评价 或者是实际利益得失的计算上 他都不值得 不应该把阿南的亲属 列为诉讼对象 所以他可以选择保险公司 和侵权大货者 作为共同被告 而可以不选择 阿南的父母 我觉得他首先在法律判断 出现了偏差 或者说出现了失误 按照法律规定 这40万赔偿金 是阿南的父母应得的 所以阿南的父母 承担不承担赔偿责任 不是看他有没有这40万 而是阿南生前 有没有留下了遗产 如果没有遗产 阿南的父母 他又不是亲权人 他凭什么要对 他的儿子的行为 承担后果呢 伤者25岁 死者29岁 都已经是成年人了 应该学会判断是非 也应该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这个案子提醒我们每一个人 拿起酒杯的那一刻 就得放下车钥匙 酒后不开车 对自己 对家人 对社会 都是负责的行为 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范老师 参与演讲师的讨论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